我們阿孝谷農場的種子就是友善種子 我們希望我們的農產品到消費者的手中都是健康無毒的 因為公公做了這個代根中心 公公身體出了一點狀況 我先生是在台北做汽車模具 剛好在農芒沒辦法農事太多了 結果我先生就依然居然回來幫忙 我們是從代根開始 就是幫忙梨田種植 種根採收 那因為婆婆又租了一些農地 那就開始先種硬質玉米 然後加一些少量的食用玉米 我們本來是自己想要吃 因為我們的親戚都知道我們在種玉米 那我們都是種小小塊讓他們帶一些小孩回來體驗一下 玉米怎麼採收 怎麼種 後來才發現很好吃 我們才慢慢種來買 反應很好 因為朋友都覺得說 你們種的跟菜市場買的 或是超商買的 不一樣 然後又認識了一些種子玉米筍的朋友 他們有推薦了一些比較好的品種 這個玉米筍它一顆有四歲 採了兩歲之後 後面的那兩歲就是外觀可能長得比較沒有那麼美 後來我們找到養牛的 把它放了讓它熟一點之後 牛很喜歡吃這樣子的玉米筍的果 結果又找到了這個商機 這個玉米筍它的成熟期很短 它大概兩個多月就可以採收了 所以我們除了種下去之後 就等到差不多30公分或是20公分 我們就中根培土 然後就等採收 我們全部機械化 就是我們後面這一台 種子稻上去肥料上去 然後就可以種了 所以它不用耗費很多管理的成本 像這樣的虛長一點點 表示它裡面很嫩的很細的 那有些就是長很多了 像這個比較多一點 它裡面就是比較大一點 還有你握下去的感覺 它比較粗 它就是比較細 有灌溉的它就是會長得比較肥美一點 像沒灌溉的它可能就會沒有那麼肥美 主要是我用虛來分辨裡面玉米的大小 甜度就是你水灌溉越多 甜度當然是會比較少 然後再來是品種 有一些品種它就是特別適合比較甜的 我們這次選擇這個是322的品種 其實它算是比較甜 我是以我的客人去挑選我的品質 我給小孩吃就是吃這個比較小 因為牙口沒有那麼好 老人也是牙口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會選擇這種比較細的 給老人跟小孩 年輕人他們喜歡吃 這個比較粗一點 它脆度會比較高 我做那個水煮的玉米清洗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農藥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 水滾大概三分鐘 如果你是比較粗一點 大支一點 就四分鐘到五分鐘 就可以撩起來 你要用冰鎮也可以 不冰鎮也可以 其實放兩就很好吃了 你喜歡吃比較重口味 就加點沙拉 因為這個沒有農藥 所以你可以放到電鍋裡面 大概半杯水蒸 然後再剝開吃 也非常的鮮甜 因為那個甜分都會鎖在玉米筍裡面 水煮的那個水 你把它過濾一下 還可以來煮蛋花湯 也可以做那個稻霜培根捲 它也是玉米筍剝好之後 捲新鮮的肉 然後鍋子下去稍微乾煎一下 再淋上照燒醬 然後讓它收一下枝 收一下枝之後 撒點白芝麻 氣炸鍋的是180度10分鐘 就可以了 我們這裡是益主的岸角社區 我們這個地方叫腳帶尾 一般我就會把訊息 PO在我粉絲專業阿小姑農場 基本上我們都是當天才在 宅配去你們家 或是你們自己來拿 你們可以在粉絲專業上面訂購 天才在 rom Wah 在天哪 和我當天 在去 以此 以此